大家好,今天呢带大家看一个在Rentual Santa Margarita的一个双拼的condo 大家可以看到的那边是另外一个住户 这是一个双拼,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呢开价现在是820,300 上面写的是一个三卧三卫 居住面积是1776 然后占地是在一个3540ft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一进屋的感觉 就是它的装修是很很旧的 它的这个屋框是很旧的一个屋框 包括它的扶梯啊,地毯啊,都可以看到人的年代比较久的 那么现在这边是一个小的这个厅 以及一个餐厅,一个客厅和厨房 那么比较明显的呢,大家可以从这个窗子我们来看 看到这个房子是有一个高尔夫小厂镜 哇 它是有一个,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房子的一个标点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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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房子来说的话 如果是我个人的感觉呢,首先它屋框的差一点 它的卖价以及它的屋框整个情况来讲 以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最好能价格再低一点去入手 毕竟它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咱们都问了 那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通过这个方向,因为它的房屋朝向的问题 所以说它的价格没有挑高 所以说它进来之后这个屋子 感觉这个附近是比较暗的 那么咱们还有另外更暗的一边 是在秦云湖的另外一个方向的 我们进来之后咱们是看右边 那么看它左边是整个屋子特别暗的地方 首先它把这边是给隔开了 那么这个地方我个人感觉来讲 不如隔成一间卧室,楼下的一间客卧 呃,原因呢是因为它楼下,大家给看一下很暗 那是很暗,为了大家能看见的话 我改一下,它楼下是有一个可以洗澡,可以洗淋浴的地方 所以我个人来讲,呃,我推荐是把楼下的这个房间做成一个卧室 那这边呢就是,呃,洗衣房 以及这个车窟 所以它的车窟还是比较旧的 这个车窟也需要坐一下 呃,地面也是没有坐 是一个两位的一个车窟 那么咱们把所有的灯都关了之后呢 非常暗 那么我个人感觉是建议是把这里 作为一个卧室来使用楼下的一个客卧 好,那么咱们楼下看完之后呢,咱们往上去看 楼下的自卧实在是太阳,毕竟是这个房屋没有挑高 没有挑高的话,我觉得它的通透性呢 以及这个光线窗户的数量呢 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楼上呢,它是有三个卧室的 三个卧室,呃,咱们先看这边吧 两个客室是这样一个主卧,一个次卧 刚刚我看了这个次卧里面是没有卧室的 那么咱们进来看一下 这一点是比较不好的 它在这个房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它两个次卧,有一个洗手间是在卧室里面 另外一个,就这一间就是没有洗手间 你要去楼下去,使用洗手间 所以这个我感觉可以作为自己一个 私人一个楼上的办公室来用 那么当然楼下这个井还是浪水掉 这个屋子是需要一个卫生间的支持它 那么这个环境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主卧 对面那一排房子的话 可能从光线上来讲会好一些 当然会晒一点,并且夏天的话会热一点 一定会有的 相浮相更,有用力也有缺点 那么进到这里面 它的这个 洗手间很暗 扛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 那么开开灯看一下的话 它的这个 功能性还是都有的 这个洗手台 实际上感觉旧一点的 还算可以 还算OK 那么问题就是 关了灯之后非常暗 对我来讲 在这个价位 这颗光线有点让我不能接受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边呢我刚刚提到的一个 有自己独立卫生间的次卧 那么这个次卧 正面就是很好的 光线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房屋的光线是很亮的 很通透的 那边的黑天 这边的白天 这个就是差别 嗯 像地毯的话 质量差一点 所以说 那么综上所住的话 这个房子 它的标识是三卧 2.5位 但实际上 我感觉它是一个 改一下 可以说做到四卧 2.75位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有一个卧室 它没有办法 它需要从楼上 跑到楼下去洗澡 那么应用度来讲 不是特别的高 那么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房子在市场上放了多久 猜一眼看 我看一下 二十五天 这个房子在市场上已经上市了二十三天 并且有五千 接近五千五百个人 去看过这个房子 而且有一百多人 储存过这个房子的资料 但是 它 之前还降价 降了三万七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 市场 不是我说了算 是市场 市场对人不值这个价 那么包括 我进来的第一感受也是觉得 哎呀 全面比较多 各种的全面 这一点那一点 需要花费 所以 后期去花费一定的精力和金钱 去做修改 那么 作为卖家的话 当然 最老大公司嘛 不差钱 无所谓 但是如果说咱们 一般正常的咱们这个 作为卖家 我感觉如果说真实的 你想卖一个房子的话 要让这个 买家去卸地平衡 那么 就是说 这个价格再消 对面说再低一点 可能再低个 我可能再低个 三万多块钱 三四万块钱 然后这个 八月买了之后 有一定的利润度 并且有一定的价格 去做一些整改的话 我相信还是会买家 愿意花钱来买一下这套房屋的 那么 这套房屋 就今天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